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改变我们 特别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 做你的话语的出口 主啊 求你给我们先知讲道的恩赐 主啊 因着你的话语出去 每一句都带着能力 不突然的返回 主啊 我们真的看到今天 你的教会 你的子民 需要你的话语 需要你话语的能力 需要你的话语的改变 主啊 求你使用我们 成为你的话语的出口 带领我们今天早上 特别带领Michelle 主啊 你的灵来充满她 你的话语也充满她 让她的心平静安稳在你的面前 你来使用她 我们仰望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让我们一同翻到诗篇第一篇 我们一同来读第二节 诗篇第一篇第二节 找到我们一同来 为喜爱严华的律法 我们今天要特别来看到一个美好的讲道 一个有效的讲道的第五个特点 就是Captivating 就是非常的抓住人 吸引人 把人迷住了 就好像刚才我们说 读的圣经 世人昼夜思想神的话语 为什么他会昼夜思想呢 因为实在神的话 太吸引他了 就好像我们以前读小说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 这个金庸的小说和古龙的小说 那时候还没信主 哇 哇 拿着那个小说就整天读 晚上也不睡觉 就是要把它读完 哇 真的发现这个武侠小说 太吸引人了 那 现在发现这些小孩子 哇 很喜欢读那个哈利波特的书 也是哇 也拿着手上啊 走路啊 都在读 为什么这些外邦人的治疗 那么吸引人 很多时候 好像我们对神的话语 就没有被吸引 特别甚至 很多时候 哇 主日去听讲道 真的好像 坐在那边 就是 好好的睡一觉了 等到牧师 呼召了 祷告了 就醒过来 但是 神的话 应该是 有吸引力的 像 这个蜜 那么的 甘甜 像 金金 那么的 宝贵 那 假如我们传道人 能够把神的道 传到一个地步 让 慧众 真的是 被神的话 吸引住 完全吸引到一个地步 进入那个话语的 那个光景里面 那个警戒里面 进入 甚至个 忘我的警戒 那 李柱是一个成功的传道人 所以有个故事 讲到说 在中国的 金句 哇 是 很棒的 有一次 一个金句 我们当中有这个 马 姐妹 她是专家来的 这方面 哇 就演这个 曹操的这个戏 哇 把曹操的那个鬼渣 险恶啊 哇 差不多 眼活了 那这些观众 整个都迷住了 甚至 录到这个 戏的里面 有人 急动起来 把一个烟灰中 都 砰 就打着曹操去了 又气得不得了 对这个曹操 很生气 怎么有那么 坏的人 那么奸诈的人 哇 这个戏成功了 因为所有的观众 都被吸引住了 进到这个戏里面 进入一个 忘我的境界 所以我在讲 教委历史的时候 提到 美国的第一次大复兴 你记得吗 在一八 一七 零三年左右 十八世纪初 美国的大复兴 是从一个传道人 叫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志 在他的教会 的讲道里面 开始了 这样一个大复兴 就是当天 Jonathan Edwards 他领受神的话 他也为当天的讲道 金石祷告了 一个礼拜 有他当天的 讲章的题目 就是 罪人在 愤怒的神的手中 Sinners in the hand of an angry God 他当时的讲道 特别在那个时代 讲道 都很严肃的 讲员都是 站在那边 只是把奖章 读出来 但是 虽然他只是 把他的奖章 领受的就是 读出来 但是 实际上每一句话语 都带着能力 带着光照 那当天也很奇妙 不但是 楼下坐满人 然后这个 通上二楼的 那个楼梯呢 也站满了人 站满了人 而且这弟兄姊妹 站在那个楼梯呢 就抓住 那个楼梯的栏杆 然后他们 一边听 一边就用力 抓住那个栏杆 而且用力到个地步呢 把这个栏杆呢 摇断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很恐怕 一松手 就掉到地狱里面 在神愤怒的手中 被审判 哇 Jonathan Edwards 真的把整个神的道 降火了 而且让弟兄姊妹 真的是看到 那个地狱的佛 神的愤怒 神对罪恶的审判 你将来 在罪里面不悔改 你的愤怒 就是地狱 就是流氓佛乎 你就是在神愤怒的手中 受审判 你的终结 你的命运 你就是成为地狱的 这个的 这个 一束财 你就是 要在地狱被焚烧的 哇 整个的会中 真的被神的话语光照 captivated 完全被抓住了 被神的话 所以当 讲完这篇道 哇 整个的会中 流泪 悔改 认罪 那个福星的佛 就因着神的话语 话语的福星 就带下了 整个教会的福星 然后再带来了 整个当时的 这个康州 整个的 美国的 这个东北部 包括这个 Primus Messus Joseph 这些地方的 一个的福星 因着神的话语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 真的是 先被神的话语吸引 在你每天的灵修当中 你先要 真的是得到神的话 被神的话语吸引 真的你自己感觉到 神的话是 像蜜那么的甘甜 比荆棘那么宝贵 然后 再把神的话语 带着能力的 传递出来 不是在传一个道理 乃是传一个信息 所以 这是 一个有效的信息的 第五点 要第六点 要第六点 这个神的话语 要带来生命的改变 Life changing 我们讲道 不是说 讲得很有道理 会说 单单只是很动听而已 你讲完这篇道 你的 response Aim是什么 你希望会众有些什么的回应 他们的生命 有些什么的改变 他们能带出生命的行动 有没有 所以 你说 你所传的信息 一定要有很强的 application 跟 relevant 就是跟他有关系 西谷上班的 这些弟兄姊妹 这些姐妹 家庭祖父 他们每天面对的压力 面对的困难 他们的软弱 他们的需要 我们的信息 要针对 他们的需要 他们的软弱 无论他们的灵性的软弱 他们或者贪爱世界的心 那你的信息 要针对他们的需要 relevant 不是单单只是 讲一些 圣经的背景 历史 过去的一些的故事 不是 来是 真正 把神的rema 神 要对他们所说的话 能够传递出来 所以感谢主 在湾区有几个教会 增长得非常好 无论是在 基督之家也好 第五家 特别是关牧师 虽然我跟他 很久没联络了 但其实 他是很会讲道的 关牧师 特别 他很可爱的 以前我在 第四家 叫成人主义学 参加聚会 田姐妹就知道 关牧师很会讲笑话的 一开始 就讲个笑话 让大家等于 被吸引住了 然后从笑话的带进 这个神的主题 信息 包括圣明和 我也提过很多次了 武长老啊 我们的秘书 Venissa 都是在圣明和 刘同牧师也是 他的讲道 短短的二十分钟 但是真的能够把人吸住 然后带出一个行动 带这个圣明的改变 Life changing 所以其实 我很喜欢 过去我们神学 有实习教会 田姐妹也有一段时间 在我们当中帮忙的 我很喜欢讲完道 能够让弟兄姊妹什么 有个回应的祷告 现在一般的这个教会 他们讲完道就很快了 因为时间只有二十分钟 二十五分钟 不可能要挥众来回应祷告 我特别希望 每一个的 那时候我们人也不多 人多的时候 绝对二十人 一个一个轮流的 就像我们照会当中 有一个对神话语的回应 把你心里的感动 变成一个祷告 变成一个能力 可以改变你的生命 改变你的生活 那甚至有时候 不但是我会 让会众可以回应祷告 甚至我要辅导他们 他们对这个信息 有什么的回应 他们要被圣灵充满的 就跪在那边 就在那边祷告 他们有什么的 重担难处的 需要牧者 要为他祷告的 真的愿意 改变的 出来 为他祷告 就圣灵的能力领导你 所以让会众觉得 我来领受这个道 我需要改变 我需要得罪着什么 那么有一个真实的 一个行动 一个祷告的行动 一个跪在讲台前面 要牧师 要为他按守的 一个行动 他需要得罪 这样一个的祷告 这样一个能力 他能够面对自己的软弱 面对自己的需要 改变 Life Changing 现在很可惜 很多的传道人 他们的目标 不是弟兄姊妹的 生命的改变 只是说要讲一篇 很精彩 很吸引人的道 不是在讲故事 而是 真的是你看到 弟兄姊妹的光景 他心里的需要 整个社会的问题 特别昨天听到 这个新闻报告 有枪杀 二十几个小孩 真的是可怜 今年一再而三的 这种枪杀 这种美国的 整个的暴力 人心的愤怒 仇恨 你就看到 这个社会生病了 病得很严重 说明要 真的人性的问题 为什么过去 没有这种情况 现在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在这种经济的压力 人际关系的 这种不平衡的情况里面 很多问题出来 所以巴不得 我们传道人真的成为光 成为颜 把神的信息 能够带出来 这个社会要改变 第六子里面的生命要改变 所以解释 我们作为一个 有效的 一个传道人 the art of preaching 这个第六个重点 life changing 好 那么我们还有好几点 我们每次能够分享一点 因为我们还有这个操练的时间 我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Michelle 上个学期呢 讲道学一呢 我是倒数第二个 那这个学期呢 我就自告奋勇 来当第二个 那当然讲第二位 一定有我的道理 因为你也可以看到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是圣诞节的主角 因为这个圣诞节之后 再来讲就好像不切题了 所以当然就赶快自告奋勇 好 那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还是低头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再次感谢你 主啊 此刻求你的圣灵 与孩子同在 与每个弟兄姊妹同在 主啊 让孩子能够心怀念 被你所洁净 真的是成为你神 何用的器皿 主啊 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特别节日里头 主我们更需要来思考 这位圣诞节的主角 到底是谁 主啊 真的是 求你帮助我们 开启我们的心眼 主啊 在这个世代当中 当我们看到整个世代 如此的一个败坏的时候 主我们更应该来思考 主 因为我们所诞生 所带来的意义是什么 你希望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有怎样的来改变我们 主啊 求神你此刻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再次的 从你话语当中得到帮助 这样祷告 奉靠主耶稣 祝对圣明求 阿们 好 那就是讲到这边 圣诞节的主角 无非我们都知道 圣诞节已经快到了 对不对 12月25日 那在这个节日 你会发现 已经带给全世界各地 其实很多的国家 很多的人民 对于这样的节日 即使他们并不是很清楚 这个圣诞节的一个意义 但是对他们来讲 也是感受这样的氛围 非常很快乐的 甚至在这些欧美国家 你会发现 他们非常非常的重视 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亲人 无论住在多远的地方 他们都会设法 回到他们的家 去跟他们的家人做团聚 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 中国人所称的一个过年一般的 好 那一般 我们看到 就是一般人对于这样的一个圣诞节 都会想到什么 对你们一眼 你们会想到什么 圣诞老公 这是好像标准答案 你发现 因为我现在在接车 在接送小朋友 我都会想说 趁这个机会 圣诞节我也跟他们提一提说 你觉得圣诞节对你来讲 你会想到什么 或是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 结果发现 第一个也是 那个一个小朋友 Kindergarten 跟我回答 Santa is coming 圣诞老公 要来了 所以他很高兴 所以你会发现 圣诞老公 跟圣诞礼物 是一般人都会记起来 像我们的小时候的同龄 也都是大概是这样子 圣诞老公 公架着美丽的雪橇 到处爬着烟囱 然后分送礼物 有一个圣诞袜 而且要大支的 小支的 那个礼物太小了 所以要放大支一点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你会发现 有些小孩子 在他们心里面 他们对这样圣诞老人 是有很多期望 有些小孩子 他心里可能有 没有办法达成的愿望 或者是 就是说他们想要的礼物 他们就会把它写到 卡片上面去 然后设法就说 把这个卡片 寄给所谓的圣诞老人 听说是住在北极的 所以很多有才 到了圣诞节 他们很头痛 因为什么 圣诞卡片上面 写着 收件人 圣诞老人 但是寄件地址呢 就是收件地址呢 发现 有些是没写 有些是怎样 可能写北极 这个其实都是很头痛的 但是也可以 可想而知 在现今的社会的 小孩子 他们的一个心愿 他们想要达成的 他们就基于这样一个 圣诞老人的一个人物 那再来他们讲到圣诞礼物 无非就是说 有些人会趁这个时候 想要买一点特别的礼物 送给自己的 喜欢的人 或是送给自己的亲人 或者是跟朋友们 做一些所谓的 圣诞礼物的交换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真的是带给 整个商业很大的契机 那再来我们可能会想到 在美国比较会明显 它是一年当中的长假 为什么 12月25日 对不对 之后就是 新年了 新年到 所以你会发现 小孩子他们最近 也都是一个winter break 他们就有比较长的一个假期 家长也会开始就说 既然小孩子在家 那我们也把自己的假 累积到这个时间来 所以他们就会变成 可能在几个月以前 就开始计划说 我们这个圣诞节 要跑去哪里去 度过他们的一个holiday 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 可能会有人会想到 一些圣诞舞会 圣诞party 那你得圣装打扮 还要及早邀约舞伴 免得到时候就没有舞伴 你可能得做所有的冷板凳 这个一般你大概给他看一下 都是一般人的一个观念 对圣诞节的一个印象 那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的话 你觉得圣诞节 你会想到些什么 感谢主 对不对 耶稣的诞生 这也是变成对基督徒的一个标准 答案 耶稣的诞生 那耶稣的诞生 其实像在台湾 我记得有一阵子 他们不再称呼圣诞节 他们称呼耶诞节 那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要讲耶诞节 因为对他们来讲圣诞节 我们讲圣诞节 是因为我们觉得耶稣 是一位圣婴 为我们降世的 但是对台湾人那时候 有一阵子他们强调耶诞节 是因为他们只认为 耶稣只是一位伟人 只是一般的伟人 所以他们耶诞节 也就只是在庆祝一位伟人的诞生的一个节日 在这个地方 我也稍微再就是强调 就是说我们也 很多基督徒甚至也会讲 那我们圣诞节12月25日 对不对 12月24号是圣诞夜 那耶稣诞生是不是在这一天 不是 这个一定要好好地理清 从整个圣经的一个 耶稣降生的故事里头 你要是他的背景调查 整个去研判的话 你会发现他并不是在12月24 25那一天 但是不管他到底是在哪一天 都不能掩盖耶稣基督 为我们诞生的一个事实 好那讲到耶稣诞生的故事 当然我们也得稍微去做review 要来复习一下 这个耶稣诞生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耶稣是诞生在 犹太城的一座小城 叫做伯利横城 那时候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因为圣灵的感应 然后就怀了耶稣 当时候他们 玛利亚跟先生 约瑟 他们得回到所谓的耶路撒冷去 做所谓的报名上策的一个动作 所谓报名上策 就是说 就是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人口普查 他们必须回到这样的家乡 很多人也回去了 所以整个旅店都客满了 那当时候玛利亚已经面临临盆了 怎么办 所以就被 就是找到了一间 很极为卑微的地方 那个叫马朝 在那里将耶稣来诞生了 当时候也有 东方有博士们 那讲到东方博士 有人就想 几位博士 三博士 记住 这个圣经上也没讲 中方有博士 他们遵学了天上的一颗起迷心 然后呢 就找找了耶稣 找到耶稣 就去敬拜他 也带了极为贵重的礼物 我们都知道有三件 所以maybe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才带来所谓的东方三博士的一个讲法 有黄金 鲁香 默药 当时候在奥赛 也有一些牧羊人 就是听到天使在天上 报仗一个美好的信息 告诉他们说 在今天在大位城里面 为你们诞生的一位救主 耶稣 好 除了这个 我们发现 我们会 有各大教会 其实很多人 因为这个圣诞节的节日 他们希望做一些怎么样 圣诞庆祝的一个表演 那这个无可厚非的 他们就是希望 借由这样的一个庆祝表演会呢 然后能够让 就是说 会友们邀请一些 没有听过耶稣的 从没有来过教会的 他们能够有机会来到教会 跟着 借由这样的庆祝活动 来一起来跟着我们 来 就是说 庆祝耶稣的诞生 或者是该 借此机会来更加的认识 这位基督耶稣的救主 那在台湾呢 我也要提 在台湾我们有一个活动 就是叫做 报家音 那报家音 我不知道你们 在国内的教会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也是有吗 那我们报家音的活动 就是在11点以后 我们教会就有一群年轻人 真的是到会友家的前面 然后就真的唱 我们练了几首短歌 因为晚上看不到字 所以你一定要背在哪 那我们就去那边 唱这样的圣诞歌 来庆祝 就是说 就是报这个美好的信息 学向天使 报这样的一个家音 那我觉得当时唱 虽然是对着会友的家庭唱 可是你不要忘记 旁边像台湾 也是一栋跟一栋 都是几年的 所以事实上 也是在将这样的信息 传给那些怎样 旁边的这些邻居 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 这个活动还蛮有意思的 再来可能 在这样的节日里头 会有一些所谓的 爱心公益的活动 因为其实我们都领受到 这样神的爱 所以我们当然也要将这样的爱 借由这样的机会 好好的传扬出去 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爱心送礼 送给这些比较穷困的人 这个是在我们基督徒里头 一般会做的 好 讲这么多 这个都只是前提 圣诞节的 当时候我们在 一些外在的行动 但是更重要 今天我借由这样的一个题目 希望希望透过 菲利比书二章六节来认识 这一位圣诞节的主角 好不好 有圣经的 我们就翻开 菲利比书二章 六到八节 六到八节 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 翻到了吗 好 那我们从第六节开始来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须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式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使 且使在十字架上 好 这里所指的他 就是指着我们的耶稣基督 所以呢 这位耶稣基督 对我们来讲 很多人既然要思考 这位圣诞的主角 我们去想 这位耶稣 他到底是神呢 还是人呢 我们都知道 从这个第六节地方 他提到说 他本有神的形象 却不以自己与神 同等为强夺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 他提到耶稣是神 而且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 三位一体 同尊同容的神 我们提到我们整个 基督教的整个很重要的思想 三位一体 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个虽然不同的位格 但是却是同一个本体 所以应该是同尊同隆 所以切记 耶稣绝对不是次等神 那这位耶稣呢 一开始起初就在了 其中在西伯来书一章三节提到说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所以再次的告诉我们 这个他 耶稣基督是神 他起初就已经在了 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提到说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照人 甚至在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提到说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其中在这里所谈的道 就是基督 所以你把道换成基督来念 我很快念一下 太初有基督 基督与神同在 基督就是神 这基督太初就与神同在了 所以耶稣基督一开始 就是当中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个位格 一开始就存在的 他也是怎样 具有百分之百的神性 其中在哥罗西书里头 二章九节提到说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已经都有形有体的 已经居住在基督耶稣里面了 所以再次的让我们思想 这样子一位神是将士为人 好 再来看 他也是按照 就是依照神子的身份 也就是说因为天父他要来 是为了要成就天父 救赎罪人的一个旨意 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提到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甚至在我们都知道 耶稣也曾经问过 在世的时候问过西门彼得 说你认为我是谁呢 或者是他们说我是谁呢 彼得会他说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所以从这几方面 我们都再次看见耶稣是神 而且他来的身份是什么 好 那我们再来思考一下 就是说 可能要快点 好 耶稣是人 他有百分之百的人性 取了人的样式 因为我们可以从第七节地方 他反倒须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 取了人的样式 那既然成为人的样式 当然就具备了人性了 所以呢 有哪些是耶稣的人性呢 其中他会哭 他会饿 他会饿 我们都知道耶稣曾经怎样 在旷野四十昼夜 对不对 最后他肉体 已经有这样的需要了 四十昼夜不吃不喝 所以当时候他会饿了 他还面对这个撒旦 给他的一个试探 只是他胜了这样的一个试探 再来他会哭 我们都知道他在故事里头 圣经的故事里头提到 拉撒路 拉撒路因为当时候死了 他的自己的姐妹 还有包括他的亲人 当时候就极其的哀痛 当耶稣来到他们当众的时候 看到他哭了 他们哭的时候 耶稣也跟着哭了 再来他会累 有一次耶稣跟着几个门徒 所有的门徒就是到了船上 他们要渡海过去 当时候就起了大暴风浪 所有的门徒们惊恐万分 急着急着急着 要去找耶稣说 夫子啊救命啊 结果找一找 在哪里找到他了 在船底下 找到耶稣怎样 已经睡着了 因为这样子传道行道 真的也很累的 所以他会累 再来他也会生气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曾经在圣殿里头驱逐这些商人 因为他们那些商人 真的是已经玷污了整个圣殿 因为他们可能在里面做一些非法的 或是不合神心意的一些买卖 可能强占了别人的一个利益 好这些都是他有耶稣人性的一面 好我们也知道他人子的称呼 son of man 耶稣最喜欢用这个来称呼他自己的 那这个称用人子来称呼 无非就是要显示耶稣的一个人性 其中他有一些经文里头提到说 他可能会暗示了或是表达了耶稣的一个独特超越性 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9章6节 提到说这个故事里头就提到说 有人把贪子送来给耶稣医治 但是耶稣人家病人找医生 无非是说你的病把我医好了 对不对 第一句话说我把你的病医好了 但是耶稣很特别 他是反而对这个贪子说什么 你的罪得赦免了 所以他就是说 这边讲到耶稣的一个独特性 就是说但要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是有什么 赦罪的权柄 所以就对贪子说 起来拿你的路子回家了 甚至有些经文呢 他提到人子呢 是要来就是要强调 耶稣他要为我们受苦受死的一些经文 像你可以从路加福音啊 约翰福音提到 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 定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 或者是说人子 耶稣自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因为当时候兵丁已经要来抓他了 好甚至包括到耶稣来 他也提醒我们就说 他告诉你 这经文告诉我们说 他必要再来 而且是带着天上的荣耀 再度降临的一个光景 所以在马太福音16章提到说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着众使徒降临 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而且最后说必看见人子 降临在他的国里 好这样的一个耶稣既有神 又有人的一个身份角色的时候 我们来看西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提到说 这样的一位大祭司 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因为他曾经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耶稣 像我昨天在查经班里头 我们也正好在查一些 就是有关于耶稣降生的故事 就有一个木道友 他就这样提 他说为什么耶稣要这么麻烦 是神 因为是人 他已经在搞不清楚 他说为什么他还要降生 为什么要为我们这样子 好像弄了大费周章的 为什么不透过先知 或是什么样的方式 既然是神 对不对 可以用很快速的方式 来就是说 进行所谓的拯救的一个工作 所以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样子 很多人对于耶稣这样的一个身份角色 其实有很多的心理 一些疑问 想法 他们都很渴慕来知道 其中在这里我要 我们也可以从我们刚刚读的 所读到的经文里头 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八节的地方 他有讲到说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纯心顺服 以至于使 且使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更可以来看到 从这里的经文提醒我们 耶稣他是救赎主 其实我们都知道 我们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有些人会说 我们哪有犯罪 我不偷 我不强 我不杀人 我不放火 但是我们实在是知道 圣洁的神对于我们一点点的 所犯的过错 甚至你的说谎 你的不诚实 你可能占了别人的便宜 对不对 贪恋了别人的东西 这些都是罪 我们都知道 罪的工价乃是死 所以今天耶稣基督 他诚然为了就是来担当我们的罪 所以在彼得前书 二章二十四节提到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义上祸 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了一致 所以耶稣他来的目的 就是要来成为这么一个挽回祭 成为一个替罪羔羊 挽回神对我们的一种 就是世人犯罪的一个愤怒 使我们能够怎样 因着他的救赎 可以回到 重新回到神 创造我们与他之间的 一个联合的关系里头 再来耶稣是榜样 你说从这三节里头 我怎么没有看到 耶稣是榜样呢 有我们再把它稍微 从第六节再把它读一遍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从这里我们已经看到 他本有 他本来就有存在这个神的一个 该有神的一个地位特性 但是他不强夺 这强夺在原文的意思 就是紧抓不放 坚持不放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他在在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但是他选择了放弃 这样神的一个角色 所以从这里我们也来反思 反思说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常常都会觉得 按理来说 我们怎样 这个是应该我要得的 按理来说 我表现比他好 应该是我来被升迁的 按理来说 对不对 男女应该要平等来对待的 很多的按理 很多的按理 但是呢 甚至到中国人喜欢讲的 他说什么都可以吃 就是怎样 不吃亏 千万不要吃亏 但是从神的角度 我们可以来看到说 就是说 希望我们学会 耶稣的样式 我们退一步 还过天空 甚至学会 第二个我们要强调 就是说 你从下一节 第七节里头 你可以看到他怎样 虚极 取了奴仆的形象 所谓的虚极 就是怎样 倒空他自己 他本有神 都要有荣耀的地位 但是呢 他今天选择放弃 所以他来成为一个奴仆 奴仆是来服侍人的 并不是在 就是被人服侍的 所以就好像一个CEO 的一个小孩子 或是一个富豪的小孩子 他今天来 为的目的是怎样 他生下来 他就可以继承这所有的产业了 但是他选择放弃 从基层来做起 所以就又更可以来看见 耶稣基督的一个谦卑顺服 甚至在第三点 我们可以从第八节里头提到 他自己愿意来谦卑顺服 做到顺服的功课 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 他本身也是给我们做 很好的一个示范 顺服 他替人门徒洗脚 那这个说实在 替人洗脚 有人可能会做 但是重点是 我们要学会一个顺服的功课 这个顺服的功课呢 我也很喜欢用一个 夫妻之间的一个关系来比喻 因为做丈夫的常常喜欢 在以佛所书二章22节来提到说 做妻子的 你一定要怎样 顺服我 就是顺服丈夫 但是呢 这些妻子的呢 有时候这些女性的意识抬头了 常常我的表现也不见得比你差 为什么我一定要顺服你 那我常常说 这个就是基生诞生期的问题 也就是说 你做先生的 你爱妻子 那妻子的顺服 我相信这个是会一个良好的一个循环 所以一个顺服的功课 我相信是不容易做 但是我们要学习耶稣 能够如此的谦卑顺服来做 所以呢 最后 我就是用最后一句 结语来讲 就是以佛所书四章十三节 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 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 今天透过我们来思想 这位耶稣 基督为我们降世 他来不仅救赎我们的 就像刚刚院长也提到的 他希望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 所以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头 圣诞节不仅思考他的降生 更希望我们能够学习耶稣的样式 然后生命被改变 然后将这样的耶稣 再次的传扬出去 OK 我的讲道到这里 所以感谢Saint Michelle的分享 比上学习更丰富 而且更有安稳 感觉非常安稳 特别他的引言 非常的引人入圣 讲很多的这些的 圣诞节的一般的世俗的做法 还有我们基督应该的做法等等 那唯一可惜大家觉得他的引言 唯一的可惜是什么 太长了 我算了一下10分钟 所以当我们的引言超过 7、8分钟到了10分钟呢 你的引言是negative effect 因为本来引言只是 是个appetizer 你不能投台一次吃了20分钟 你懂我意思吗 那个正餐大家都没胃口了 懂吗 你要记住 引言是个appetizer 是投台 你不要20道菜投台 那正餐去了哪里 所以千万记住 引言不能超过 5分钟是最多了 见好就马上又 从这个引言 可以很直接的接到主题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但是他的结构非常好 抓到这个解经师 讲到的结构 所以很清楚的结构 从腓立比书第二章 这一段经文 推出耶稣是神 耶稣是人 耶稣是救助 而且每一个的subtopic 都是有经文support的 他本有神的形象 所以他是神 然后他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所以他是人 然后他是救助 因为他死在死架上 记住 你的每一个的topic 一定在 进入这个topic的时候 要从经文里面引一下 否则大家觉得 你这个subtopic 是从哪里出来的 解经师讲到就是 你每一个的subtopic 都要从经文里面 把它引出来 所以稍微提一下 你的讲章更好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 刚才我们提到 一个带来生命改变的讲章 Life Changing 一定要怎么 Relevant 那你前面很好讲到 耶稣是神 但是很多耶稣的 百分之百的神性啊 同尊同荣啊 其实是系统神学 成人主义学的教材 不是讲台的教材 千万不要讲 他想 这个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要从耶稣的 完全的神性里面 他是神 但是 他 居然能够 放下一切 你应该把后面的 不与神同等为强夺 紧抓不放 就马上 跟这个神的主题呢 配上去 然后就带出 这个神的伟大 他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但是他却 放下他的神荣 神能 降悲来到人间 住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 然后就马上 把这个降悲 这个圣诞的伟大 伟大在哪里 因为他是道成如神 他本来是神 然后就马上就 带这个讨战 一个应用 记住 每一个解禁师 想到 你把这个重点 一解开之后 要马上 要有应用 没有application的 你就 前面的东西 不要讲 你前面所讲的一堆 耶稣的神性的伟大 你要想到 你所讲的那东西 是跟你的application 是勾上去的 假如你讲的一堆东西 不能马上带出应用 不要讲 浪费时间 relevant 所以你前面一定要强调 哇 耶稣是 他是神啊 他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但是他却降悲 放下了一切 不与神同等为强夺 他到空 然后马上就带出个挑战 听说 今天可能你觉得 你有几个博士学位 你有许多的事业 假如今天神的呼召 神的使命临到你 你愿意效法耶稣基督 放下一切吗 我们伟大的神 放下了一切 为了得罪你 你今天愿意为主放下吗 带出个application 一个challenge 然后再进来第二点 他是人 所以前面讲的 他会饿 会哭 会泪 会生气 非常好 但是同样的 你讲论他的人性 要带出个application 耶稣基督 在人性的软弱里面 为我们受尽的苦楚 那么今天 你是否愿意 同样的为主受苦 你是否真的愿意 效法耶稣基督 在他每天的生命生活里面 他 真的是为我们受苦 但最大的苦难 是死之下 但是耶稣基督 每天在这个肉体的软弱里面 为了谁 为了你 你如果引用 这个彼得前书 第二章二十一节 基督为你们受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你是否愿意 跟随他的教终 你今天面对什么的苦难 要知道 是为主受苦 一定要什么 你的讲论 要带出一个application 否则不要讲 否则就变得是个学院派 分析讲论 同尊同荣 百分之百的神性 他是人子 这些都不用讲 要讲论的内容 是可以application的 所以你要把后面的 第四大点 这个榜样 插到前面去 要每一个重点 讲完之后 带出application 但最后一点 他是救主 你是讲的最棒 但是同样的 要带出application 他死在十架上 为什么他要死在十架上 为了死人的罪 到最后 马上要带出什么 application 朋友们 你今天是否愿意 把你的罪交在 耶稣的手上 让他能够赦免你的罪 你是否愿意 耶稣诞生在你的生命里面 而不是单单单单单生在两千年前的马槽里面 那就是application 没有application Don't talk 这件事 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解禁师讲到 要注意些什么 但是Michelle的结构非常好 特别他的结论非常棒 用了以赴手识第四章十三节 认识神的儿子 整个圣诞节 我们是否真的认识圣诞的意义 认识神的儿子 针对一下基督徒 好 非常好 我们还有大概十分钟 有没有什么好的回应 他这个奖章好在哪里 需要改善的地方在哪里 对对 请问来 好 我们尽量来帮助 我觉得Michelle他是系统神学高材神 他的内容大部分都是系统神学里面的 所以我想是三位一体那个部分 讲得非常清楚 可是我在想说 因为他的题目是圣诞节的主人是谁 所以从圣诞节庆祝之后 怎么样回想神为我们做了所事的事情 然后我们怎么样献身 我在后面的application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为神做光作业 这部分可能也要emphasize一些 对 还有一个你在解经上要小心 这个耶稣诞生在马朝 你用了一句话 当时有博士来炒拜他 不是当时 按照马太分第二章 两岁以内的男孩被杀了 两年后 而且是到那个Oikos 是房子不是马朝 所以其实我们神学生 绝对不能错的传道人 一般的人可以误会 我们站在讲台绝对不要 把这两个东西拉在一起 隔了两年的 对 两年 两岁以内的男孩 把他杀了 而且原本是Oikos 不是去到那个房子那边 而且是讲男孩 不是这个小婴孩 要小心 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参与 这个是打分数的 你的意见是有分数的 不参与是 就少了那个参与的分数的 因为你的观察跟提醒 是很重要的 对我们的同学 来 广化讲一点 快点轮流 我们还有大概七分钟快点 一个接一个 首先对Michelle的鼓励 因为比上次讲的流畅 流畅的 很稳 对 很稳 另外就是 就是我也看到就是 然后讲很多的就是主题 讲下来 但是没有就是 符那个回应的那个例子 如果讲一下就例子回应 来 先走后面 来 Maria 来 请讲一下 Michelle讲得到都很流畅很好 对 有很多章节都 其实那个转述都很好 那这唯一的就是 他讲完以后呢 当时能够带着人更认识 然后呢又能够呼召人来 那就是更理想 对 更有一个挑战 来 Maria 要带出一个挑战 我想Michelle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纪元 就是有PowerPoint来support 那很清楚 那个经文不用 我们大家翻来翻去 节省很多时间 而且非常的清楚 我想可能以后我们都要有这个负担 就是来准备用PowerPoint来学习 对 很重要 我每次讲到 我一定要带PowerPoint去 是 是 是 我想这个 这是我看到的 非常好 那我也看到Michelle今天 其实这是我第二次 上礼拜天我们已经听过他讲这一篇 那今天再听觉得还是很新鲜 因为他有很多经文 还有很多主题都是非常非常好 就是给他鼓励 希望就是我们自己看到他这样讲 这是他第二次在学校上课讲 就已经进步这么多 就已经进步这么多 那我们自己也会想 因为他上次是在我后面讲 对 所以今天开始他这么勇敢 非常的支持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高兴 真的很大的进步 对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 Response 来 我们的新同学 从新加坡 中国来 可以帮助 帮您 我觉得你讲的就是 讲得很好 一开始来我以为是在讲课 我以为你是老师 然后我就从头 我一直自己想 然后你这种下来 我就想 这是训练讲道啊 就是整个内容结构非常的好 但是我觉得有两点 第一就是讲得太快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那作为讲道的话 底下的这个目端 或者是新朋友的话 可能会听得抓不住重点 然后第二的话 我觉得讲道的过程中 我们的我们教会的牧师 让我感觉到就是说 每次的那种 就是反应效应 比较好的情况之下 就是当他在讲道的过程中 引入了一些见证 就是他个人的 或者是弟兄姐妹的 见证的时候 那个反应的效果是 非常好的 但是在你这里面 我没有听到见证 而且你这个讲的是圣诞 圣诞很多都是会 新朋友过来的 一定会邀请的 都是新朋友过来听的 那见证是很重要的 就这样 继续加油 很好 好 杰尼有没有补充 觉得 不敢讲 觉得 不好意思 我是第一次来 我叫杰尼 我刚刚听了Michelle讲 我都不大敢讲话 因为我觉得好 对不起 我用比较那个熟识 我觉得好专业 真的好专业 对 然后台风也很稳健 因为最后这个时间管理上 好像稍微 可是他一样都是非常的从容 那我以一个就是听众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说就像刚刚 对 所讲的就是如果有见证 有例子的话会让人家很深刻 因为您的整个的准备 非常有内容 但是如果我想大家都喜欢听故事 大家都喜欢听 我想这部分会带来感动 那我相信就会达到所谓的改变的这个 对 真的很棒 我对 这是我粗浅的意见 谢谢 很好 非常好 当然我知道Michelle也是因为时间的限制 因为老师所要的是她的结构 所以她可能也不太有时间讲一些的故事 但有时候可以在讲台操练 我们这个操练短短的一个故事可以的 带一些小故事 好 Cathy 我觉得也是印象很好 对她 她有那个就是事先做很好的准备 然后她有微笑很亲切 对 然后对慧众有那个眼神的互动 对 然后她还有那个有一些手势 就是一招也很整洁 然后她体现就说我们来做个祷告 就是也就是很把大家带入吧 就是PowerPoint的字也很大 只有看到的好处 对 就是就是就是那个注意的大家就是有都有讲 就是更多的那个就是就是内容 然后感觉就是理论比较多 然后就是可能会加一些圣灵 或者是经过之前祷告圣灵的感动 或者是就是一个感动 或者是今天要释放的东西可能也会更多 对很好 对 田姐妹我们的校友有没有什么分享 我觉得这篇信息给我们有很大的省思 就是说在这个嘛 欢乐的圣诞节当中 当然主角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让我们想到有一份礼物 我们是不是已经得到了 那一份礼物就是人子主耶稣 那还有就是让我们思想到 神给我们摆设的宴席当中 我们能够献上什么 给我们的主 我觉得圣诞节真的是非常欢乐的 但是主角是我们的主耶稣 对很好 感谢主 好 好还有没有什么补充 来我们的新同学 来看看有什么 你说 我觉得Michelle的分享很好 就是我觉得她的那个 那个准备 还有她的那个投影的制作什么 我觉得她确实很充分 就她花了 就能看得到她花了很多功夫 所以很感谢神 那个 至于她讲的内容 我觉得她的 像院长说的结构很好 然后我在听的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 如果我作为是下面的平信徒 一个会众来说 我希望能更多切合我生命的东西 或者抓住我生命的东西多一些 比如说就有些人只是在一些欢乐的气氛当中 那她就更多的来解释 耶稣到底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更大的作用 对 把这个真正圣诞的意义 可以更深入的说明 很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 赵牧师要不要 来鼓励一下 看看你觉得 感谢神啊 我觉得米歇尔他能够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到神学院 就已经能够步上一个讲道的这样一个 对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能够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个牧者 牧师来向慧众讲道 已经在这路上 已经开始在走了 很大的好几步 我当然对米歇尔的算是没有看见他 没有听见 那我刚刚讲大家讲得很好 我就简单讲一两点 我自己的感动 就是 就是这个 院长也讲了 就是 如果说是解经式的话 可能就是把一两个经文作为一个重点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 从神来的感动 就这两句经文来做一个 来做一个这个 信息的宣示 信息的宣示 那么在一些神学上的一些认识 就可以稍微简单一点 这样可能会比较好 然后 然后在讲的时候 不是一个老师对学生讲 而是一个 一个 传道人 把神的信息话语讲出来 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做 不要害怕 从早的方向去做 不要太 太谦虚 谦虚是应该的 但是因为我们是代表神在讲话 就是 所以可以那个 然后主题 可能 我感动的是 可能是认识主 耶稣基督 可能更合乎 今天的这个讲道的内容 对 而不是圣诞节 好 很好 所以 一定要抓住一个重点 我们是要做解经式的讲道 就是说 能够加强 你对经文的解释 把那个真意 亮光抽出来 要很觉得 哦 原来是这个意思 所以后面 就在这方面 加强很多了 不以神同等为强夺 把那个强夺 解释得更深入一点 什么叫虚极 把这些经文 要做一点的深入的解释 所以一定要 把人带到圣经里面 让人看到圣经 哦 这个真的是解开 发出亮光 而不是只是 抓住一个 把这个主题抽出来 然后就自己去发挥 你所有的发挥 以圣经 解经的来源 跟亮光而来